我Melody的Johnson林正前 我MyFam的趙婕瑩 我顾炫的Kristen溫洋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首先 政府要給我們一天加齊 中國是不是有 中國有吧 因為我覺得很直接的 有加齊就會有慶祝 沒有加齊就不會有人有力出來慶祝 因為小時候就期待中秋節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月餅 然後提燈籠 因為小時候的那種是比較天真的 然後以前就是住的那個 所謂的祖屋 然後就是比較多的地方可以玩 就是有很多的那種草場 然後有很多的鄰居 他們在走去的時候 真的是會去那個地方繞 會出來的 所以即使你沒有約好 你就自己家人一般人那種表弟 表妹他們會來 大家就會提著燈籠 然後就繞的時候 又蠻暗的嘛 以前的那個 我們那個年代啦 以前那個路燈裡面這樣多 就比較暗 而且你這樣走著走著的時候 就會遇到很多的鄰居 然後那種小朋友大人 就大家會 突然間 從一個群組這樣 然後就接班去 去玩喔 我覺得中秋節的時候 就是可以玩一個東西 就是火 拿到地獄來燒啊 什麼這樣子 所以以前小時候真的 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然後 就住排屋嘛那個時候 就是 我們會提燈籠出去走著走啦 然後你遇到人的時候 就是大家會 突然間 join in join in 然後大家就一直走 就跟我講的一樣啊 沒有啊 我這個比較detail join in join in 然後就去群 然後 那個感覺很不一樣啊 所以講成了現在 可能 那些人 好像 在城市的話 多數人都住在床 我認識的啦 OK 我自己也是 所以 好像比較難有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毛坑尼有小小這樣 然後在那邊 燈籠不懂 然後點一下啦 就算了啦 算了啦 回家 就是進回去屋子裡面啦 這樣子就覺得算了 我 我現在呢 就是有一個舉動 就是會 特地買一些 就是很 傳統的燈籠 給我的一些妮莎啊 他們這樣子 就希望他們可以 感受一下 這種比較傳統的 奇俗 跟玩法這樣 要不然他們整個 會脫節耶 他們喜歡嗎 還是喜歡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很新奇 然後 真的 我都會有點怕火啦 你知道嗎 那讓我們回去一點點 怎麼呢 到底不能聊傳統 對對對 我的話 我覺得 對我的意義 是因為我在家裡 我是挺重的 所以我 一般上在家裡 然後在家鄉 我已經可以保護到 所以我就很少可以接觸 可能同齡人 不然說 就可以跟我一起玩樂 所以總覺得對我的意義 就是我可以 跟不同的人去 會非常親戚 這樣子 可以去親戚家 說表哥不要家 然後 你啊 等等這樣子一起 然後家鄉一起講 然後玩火 然後以前 不好 不想示範玩火 對 都真是玩火 然後以前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主要是 全部人一起聚在一起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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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